在9月14日进行的中超第二十二轮立场焦点大战中,广州恒大主场1比0立刻北京国安,在这场天王山之战中,新元塔利斯强,证明了自己的价值,他在补食阶段打入全场唯一进球。 事实上,以国安线阶段的主力阵容,他们是很难在客场战胜恒大的,甚至打停对手都难,因为以国安全滑八的中后场,根本就很难抵挡住恒大前场的国角群家豪华外援的攻击线。 如果不是云汉超缺诊,以及其他球员脚感不顺的话,恒大昨晚甚至有可能取得一场大截。 对于这场比赛恒大的取胜,PPTV当只解说董璐在赛后有一句非常精辟的点评。 他表示,当恒大后场一个长传把球打到前场的时候,比赛已经不是恒大VS国安了,而是塔利斯强加高拉特VS张宇佳去中国了。 所以,很正常,董璐的点评已经非常到位了。 这场比赛卡纳瓦罗最后的战术非常直接,就是把球直接开到前场,让恒大的塔利斯强加高拉特的豪华外援主和直接面对国安张宇佳吃中国的本土防线。 明眼人都能看出谁技高一筹,这也是为什么恒大能够凭借塔利斯强的进球,并在主场取胜的主要原因。 我们再回顾一下董璐点评的全场这唯一进球的过程。 全场普世的第一分钟,冯萧亭的后场长传准确找到高拉特,高拉特拿球直接打过安防线身后,塔利斯强高速插上,面对郭劝博的出击。 他冷静推射,近脚得手,终于为恒大打破僵局。 我们看到,当塔利斯强接到高拉特的传球后,其身后就只剩下张宇和持中国两人在身后苦苦追赶。 后两者不论在身高,力量还是在技术上都挥败于塔利斯强。 所以,他们怎么可能防得住拥有世界级水手的塔利斯强呢? 可以说,在最后阶段,恒大是将自己的优势无限放大,并且利用这种无比强大的优势,取得碾压性的进球。 也许有球迷会说,在恒大绝杀之前,国安也曾获得一次碟球的机会。 没错,但那是国安利用巴坎布的个人能力,制造了美方的手球犯规。 而且,在整个90分钟内,国安的进攻基本上,就是依赖巴坎布加比埃拉加奥古斯托的前场三叉戟。 国内球员基本上没有任何作为。 反观恒大,不论高龄、中一号,还是后上场的邓寒文、杨立渝、黄伯文,他们都在积极的与外援进行配合。 虽然在临门一角这个环节还是过于依赖外援,但是在球队的进攻组织上,国内球员的气氛非常足。 所以,对于国安的进攻,恒大只要不置重兵掐四三人连信即可,而对于恒大前场的多点进攻, 国安的本土防线则难以招架,如果不是恒大在上半场就浪费两次门注的话,恒大完全有可能在天体大比分取胜。 当然,昨晚的国安确实也做到了极致,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前场三万人个人能力实在太强,给恒大的防线制造了非常大的麻烦。 即便以恒大全国脚防线再加上一个保利尼奥,也不能完全遏制住他们缘,最终还是送给了对方一个点球粮机。 所以,以攻带手的国安虽然能够在面对中下游球队,使取得崔库拉素般的胜利。 但是一旦面对恒大只让中后场实力更强,整体更平均的球队,他们的防线危机将彻底暴露出来。 所以,国安本赛季想要最终夺冠,确实很难,正如施密特赛后强调的,国安本赛季的目标不是夺冠,而是取得亚冠名额。 也许,这场实力早在施密特的预料之中,所以他在求对施力好心太野方的罪证。 不过,对于恒大而言,这样一支国安如果能再塞进,莫针对其惨弱的后防线有针对性的补充的话,明年的他们无疑将更加强大,届时他们将拥有与恒大正面八十万的实力,我们拭目以待。